罕有只有兩個 那就是你身邊的那張 就是那些東西了 是呀 什麼叫那些東西 香港小姐競選的成為 那些東西都說得出來 其實這個東西對我來說 就很有意義 記得我一生中的最光輝的時刻 這個字不其然就在耳邊出現 當我出生的時候 我爸爸就很心急在等著 後來護士告訴我爸爸 是那個十一磅重的肥仔 哇,當時我爸爸很開心 大喊,厲害 還有,不妨業就很心急找工作 聽到Sam的歌 馬上馬上去找工作 那我去找 終於被找到TVB這份這麼厲害的工作 刷鞋… 還有一件更重要的 就是幾個月前 我跟梁傑華說 華女兒,嫁給我 當時她就眉眉嘴,就說 就算了 嗯… 壞蛋 好爺 好爺 好